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伙推荐个菜,锅出的,大家可能都快忘了,多少年也不会长,因为啥呢?在我这个年龄上说,都吃过,好了,用心做好菜,吃出健康来,先跟我看一下,看一下,这个玉米面先烫一下,看看我这水,烫一多半。 再来点,烫一下是很有说法的,烫一下呢,这个面呢,做出这个锅出的吧,吃的不应该觉得,烧凉一下,我现在加一点凉水,凉一下。 给它降降温,直接咱们把面的发上,这个呢,是叫老肥,老肥,面肥,都是它,就是酸乎乎的那种东西啊,老家叫老肥。 再加入,再加入,面粉,凉凉。 好,就这样,有的人说了,你就做的很有点麻烦啊,你现在都是酵母粉啊,别搁酵母粉,你要是搁那个的话,还不如不做它了啊,你就吃不出小圈那个感觉了。 你这个,这种发面模式啊,你那个,减死的有多好啊,也能吃出那个面肥的那个味儿啊,这样的话呢,你这个才能做的说就成功了啊,这个,呃,有点那个干。 我还要加一点水,不要加很多,这些凉水啊,这些凉水啊,这些凉水,再对上点儿。 热水,现在做的这个呢,里面有加鸡蛋的,加糖的,有加热,加纳,都有啊,但是也非常好吃啊,不是说也那不好吃,咱们现在是寻找那个过去那老味儿啊,呃,老人在世的时候,现在活的都八十多岁,九十多岁的,这一堂老人吃老苦了,是不是啊? 一个月开始四十来块钱,养全家六口人,那好一点的银家呢,就是说两个爽子宫吧,就是啊,那八来块钱,啊,六口人花,那得这么说,能吃成这锅出来的银家不善了啊,好银家了,啊,一个礼拜吃一回,啊,这个面呢,就发上了啊,先看一下呢,这个发面啊, 应该说发的不错,像这样看,都是蜂窝里面啊,看看,这个是苏打粉 苏打粉捡都可以啊,捡面 面呢,要调的稀一点,啊,稍稀一点 现在咱们看一下,少我烧上了 朋友们看一下,做的不要太大啊,都锅出的 做的好吃啊,就像糕点一样 这是老味道,怎么说,你得按我这个方子走,啊,吃的才是这味儿 你要搁上破打粉,它不是这味儿的就 果别大了啊,这个发面呢,非常愿意糊 看这个还不行啊,你看这个伞就可以了,可以翻过来 再少淋上一点油 这一粘成吧,是最闹心的啊,说明啥呢,要糊 就这个地方吃的就像饼干似的啊,这个地方呢,西萱 还有点黏的意思啊,钻个筋的,非常好吃 看一下这个面,哎 都是咱们小圈儿吃那个东西啊,得这么说,得过个小解释啥的里头能见点油腥 是吧,额外呢,有这么个粥啊,是不说天天吃也天天吃 这个呢,都算最好的东西了,那个年呢,再搁了点白糖啊,里面搁点白糖或者搁点汤茵 那也就算现在的桃子高,是吧,糕点最好的了,是不是啊 但我做的比较经典,小啊,咱们小圈儿吃那个这么老大啊,锅也大,挺大个大锅,呱呱齐个个 这一家人,给两个锅出的,哎,这顿饭就够了,是吧 好了,就说这么些,有什么需要网上给我留言,谢谢诸位观看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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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